同事们你们看哈 韩国人把咱们广州塔给抄袭了 这个对比啊不能说毫无关系 只能说一模一样吧 这事呢是全网一掷狂喷啊 就连韩国人自己都受不了了 丢死人了能不能别再偷了 最近呢韩国人川市呢 举办了纪物浦港复兴项目说明会啊 在这个主要港口开港140周年之际呢 他们官方公布了两个新地标设计方案 一个呢是这个正方体文化馆 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奥库鲁斯塔 在拉丁语里边意思就是眼睛 宣传片一放出来大伙就看出来了啊 这塔啊我一名也太爱像广州塔想满料了的 从钢铁支架零形结构到头顶尖尖 除了韩国这个新塔多了一圈观景台之外 剩下几乎一毛一样 更简单的是啊 你们看啊咱的这个广州塔呢 是仅次于东京晴空塔的世界第二高塔 有600米 他们这个抄袭的塔呢 为了纪念开港140周年 走140米 网友都觉得啊 广州塔都建好19年了 你现在整个一个微缩抄袭板 还是地标建筑不含着吗 现在啊被全网喷了啊 他们这个塔的设计师呢 倒是理不直气也状啊 居然说 咱可没抄广州塔 咱是以仁川八围岛灯塔 和仁川气象厅为蓝本的 关键他说的这俩建筑呢 长这样 韩国人自己都无语于此了啊 有人说家里面孩子看宣传片 直接就说 这不是广州塔吗 要是建成了 那就是国际耻辱啊 有韩国人都气笑了 说 这要是真建成了 能为中国人笑话一百年 这下人穿都成中国的了 那除了这个塔 当天公布的那个正方体文化馆 也挺尴尬的啊 韩梅呢就发现 他这个宣传广告 咋用的是中国重庆 观音桥3788 那个巨幕广告画面 这个韩国官方呢 倒是回应了 说 是用了 不过我们把它版权 这个倒是承认了 那塔咋不承认呢 这次韩梅还扒出来 他们建筑抄袭 不止这些 去韩国府山啊 发布师博会规划方案的时候呢 大伙一看 啊 这不是威缩版鸟巢吗 还有你们看这张图 白色文字下边的建筑 基本就是翻版的 北京旺京SOHO啊 不过呢 府山生计社会会已经输了啊 所以也不会再这样了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在建筑业啊 因为缺乏明确的版权标准 和赔偿机制 抄袭呢很难处置 而且大多数建筑元素 都有实用性 那拆了吧 白花花的银子浪费了 后边很多 只能不了了之了 但是去年的韩国 倒是做了一个 史无前例的判决 就有家开飞馆啊 因为抄袭被勒令拆除了 韩国建筑界啊 就在这事儿 有里程碑的意义啊 你盖楼花多钱也没用啊 抄袭就可能被拆 所以这个韩国人穿这个塔 就更尴尬了 你说巨额规划资金都投了 是选择 阴着头皮继续盖 被全世界笑话呢 还是狠下心 从头再来呢